据说穿牛仔裤泡澡就相当于自杀 并且曾经有个靓女为了凸显自己的身材 她躺在浴缸里抛了6个小时 由于缩水的牛仔裤阻断了血液循环 最终女人惨死在浴缸中 可牛仔裤真有这么危险吗 留言组为了找到牛仔裤致死的真正原因 于是凯莉首先找到了泌尿科的医生 而医生却表示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缝 因为人的大腿存在两种血液循环 红色表示高压动脉将血液输送到腿部 而蓝色则代表低压静脉 她主要负责将血液运回心脏 一旦它们发生挤压便会生成血块 并且血块回流至肺部就会造成肺栓色 从而使人窒息死亡 为了重现被牛仔裤勒死的场景 留言组决定让格兰为科学献身 但她希望用假腿先做个模拟测试 于是托瑞在她的美臀上附马了石膏 等12个小时硬化之后 他们开始制作仿真假腿 而为了直观展现牛仔裤阻断血流的情况 托瑞在模具中放入了手术软管 并且软管与人腿静脉的位置相同 等它们往里面灌入组织替代胶后 这样一对Q弹细嫩的美腿就做好了 紧接着托瑞为她穿上了紧身牛仔裤 然后放入浴缸并连接好输送血液的管子 而管子上安装有控制血流速度的阀门 接下来他们往容器中倒入红色液体 同时格兰测试了血流速度为每分钟475毫升 这刚好与人腿静脉流速相同 一旦在实验中检测到流速低于这个数值 则说明牛仔裤可以阻断血液的循环 之后他们在浴缸内加满了热水 可浸泡6个小时后的牛仔裤真能致人死亡吗 经过漫长等待之后他们发现 尽管牛仔裤相比之前缩水了3% 可夹腿中的血流速度丝毫没有减缓 似乎留言中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了 但格兰却认为可能模拟实验存在某些问题 所以她决定亲自进行尝试 于是在凯莉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服装店 之后他们往浴缸中倒满滚烫的热水 同时格兰穿着牛仔裤坐在了里面 为了确保发生意外时能及时释救 医护人员会全程监测格兰的生命指标 一旦她的血管发生了堵塞 显示器中就看不到蓝色的血流影像 可这样真能让她当场开席吗 但好在格兰对这次测试相当满意 不但有茶颜月色的奶茶管购 而且还有凯莉的一条龙服务 由于格兰最近吃多了豆腐 导致水中不断有气泡冒出 经过六个小时的享受之后 仪器检测格兰的血流没有任何减少 她除了感觉裤子有些紧绷之外 并没有丝毫不适 但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裤子已经很难解开 只能在台力的帮助下才勉强脱下 所以穿牛仔裤泡澡不会导致死亡 但双腿长时间被压缩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据说有个大聪明在制作炮胀时 不小心将火药撒在了地上 当她用吸尘器进行清理时 里面的零件竟点让火药炸掉了房子 可吸尘器真的能让火药爆炸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然后在地面放置了一块木板 同时还在木板上铺设了一层地毯 以便模拟在家中的场景 之后他们搜刮了邻居家的吸尘器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所以托瑞打造了一个机械手臂 并且他能模拟来回清理地面的动作 格兰认为吸尘器之所以可能引爆火药 是因为里面的电机可能长时间工作会散发热量 同时高速运转的零件与地毯可能产生静电 这样就会进一步点燃火药 而年久失修的吸尘器更容易出现线路故障 一旦发生短路就会产生大量热量 随后格兰往地毯上撒了450克黑色火药 可现实中吸尘器究竟会不会将它引爆呢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启动了机械手臂 这时吸尘器缓慢地在火药上来回摩擦 可时间过去一分钟后 吸尘器并没有发生爆炸 之后他们更换了其他吸尘器进行了测试 但无一例外都没能引爆火药 而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格兰破坏了吸尘器里的线路 以此来模拟年久失修的情况 可这样又能否改变实验结果呢 而经过5分钟的漫长等待之后 尽管此时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 同时化学纤维的地毯会产生大量静电 但地面的火药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很显然吸尘器是不能引爆火药的 于是他们将剩余的火药灌入即沉香 然后以自己的方式终结了吸尘器 据说当你们的老板在高速上开车睡着时 我们可以通过超车减速的方式逼停他的汽车 但这样真的不会让老板走得更快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会导致车毁人亡 刘延祖决定亲自进行尝试 于是他们来到了当地的空军基地 但在正式实验前他们需要接受驾驶训练 以免在撞车过程中当场开戏 而负责培训的是这位姓王的老司机 首次训练他们让凯莉来充当睡着的老板 而老王会指挥格兰从旁边抄到前面 并通过刹车迫使凯莉的车停下来 随着格兰的不断减速 凯莉很快就顶上了他的屁股 然后两辆汽车都平稳地停了下来 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之后老王提高了训练难度 他将开车撞击前车的后挡一板 看凯莉能否成功化险为一 虽然这时汽车开始失控漂移 好在最后被凯莉稳定了下来 而这样也使得三人顺利毕业 但在高速行驶状态下 这种做法又是否可行呢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并且测试中凯莉将在时速90公里下 松开油门和方向盘 以此来模拟司机睡着的情况 看格兰能否通过逼停的方式实现英雄救美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凯莉启动汽车开始前进 当时速达到90公里时 格兰迅速超车到了前方 然后踩下刹车逐渐减速 并成功截停了凯莉的汽车 尽管操作非常顺利 但事后却发现凯莉的车 已经插入格兰的保险杠下面 而这种情况一旦稍有失误 将会车毁人亡 可这时凯莉表示 她的老板很喜欢在睡觉时踩着油门 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能安全停车吗 下面凯莉将在120公里的时速下松开方向盘 并且会继续踩着油门前进 而托瑞则驾驶绿色汽车充当救世主 看他能否安全逼停失控的汽车 当凯莉松开双手踩油门时 凯莉立即超车到了前方 然后踩下刹车开始减速 虽然前车轮胎已经暴死大滑 并且很快偏离了跑道 可后车依然在继续前进 最终在撞击护栏前才成功停了下来 显然用碰碰车的方式可以逼停失控汽车 但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故 为了找到更加安全的截停方法 刘烟祖决定尝试两车夹击的方式截停汽车 同时凯莉也将一直踩着油门 很快三辆车以同样的速度撞击在一起 尽管最后成功停下了失控汽车 但格兰的车却出现失控打滑的现象 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方案 格兰在保险杠处安装一条横端 这样就能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截停失控汽车 而老司机托瑞则在车前增加了一个尖锥 一旦插进失控汽车里就会放下铁钩 从而达到降速停车的目的 但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个才是最合适的呢 首先是格兰的横端方案 虽然碰撞产生了剧烈的颠簸 但汽车总算没有失控 并且三人还能完整从车里爬出来 最后测试的是托瑞的大铁棒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插入凯莉的车屁 当凯莉松开双手之后 托瑞就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直接戳进前车的后备箱并释放了铁钩 然后踩下刹车让凯莉的车缓慢停了下来 很明显这两种才是最安全的截停方式 但现实中是不允许这样改造汽车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尝试 据说当车厢内的鸽子飞起来时 汽车的整体重量就会减小 因为起飞的鸽子没有接触车厢 也就不会对车子施加重力 可看似有理有据的说法真的符合实际吗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抓几只鸽子来进行测试 于是吉里偷偷在广场布下了陷阱 但没想到鸽子根本不吃这一套 所以他们只能买来两只幸运鸽 然后亚当制作了一个模拟车厢的透明容器 并且在底部安装了振动装置 它能让鸽子受到惊吓而飞起来 同时容器的下方有个电子秤 在测试时会显示重量的变化情况 但当亚当将鸽子放进去之后 由于容器空间太小的缘故 鸽子的翅膀无法施展开来 这就导致侧德的树脂毫无意义 于是他们重新打造了更大的容器 而为了假装保护小动物 他们将海绵条安装在鸽草机的电机上 这样能在驱赶的同时减少对鸽子的伤害 可聪明的鸽子却一点也不给刘炎祖面子 反而淡定地躲在角落 为确保实验的继续进行 他们请教了研究空气动力学的专家 并且专家表示 鸽子在起飞时会通过往下压缩空气来获得生力 而这与直升飞机的工作原理相同 于是吉米又用易操控的直升机代替鸽子进行了测试 但在密闭空间内讲也会产出稳流 从而导致飞机不受控制 亚当为了让直升机平稳起飞 他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导轨装置 然后测得容器的重量为23.6公斤 那么直升机飞起来后 容器的重量会不会减小呢 然而当0.27公斤的飞机缓缓上升时 亚当却发现数值基本没变 此时吉米认为直升机被固定影响了实验的可靠性 于是他们决定用卡车进行大规模试验 看车厢内的鸽子能否影响汽车的重量 但为了方便观察鸽子的起飞状态 他们将车厢的正面装上了透明塑胶板 之后亚当把两只鸽子扔进了车厢 确认有足够的飞行空间后 两人在底部安装了驱赶装置 但这时鸽子却开心地玩耍起来 于是他们增加了一组驱赶装置 同时对角落和缝隙进行了修补 目的是让鸽子没有立足之处 为了更直观展现汽车重量的变化 本次实验他们将用压力传感器进行测量 因为它能在电脑上转换为连续的图表 并且测量精度达到了两克 可手上的两只鸽子显然不能满足实验的数量要求 所以吉米计划再次尝试抓捕鸽子 希望以此挽回之前失败的面子 于是他用一只母鸽作为诱饵 企图设计出一局仙人跳 却没想到鸽子们早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司机 所以吉米只能拿出了捕鸟神器 但发射的声音却将它们全部吓跑 最终刘烟族只能认怂买来36只鸽子 等格兰安装并测试好车厢的重量之后 吉米将所有鸽子塞进了车厢 此时汽车的重量增加了5公斤 随后亚当启动了驱赶装置 并让鸽子腾空飞了起来 虽然起飞的时候数据有所波动 但整体重量基本保持不变 可不死心的吉米想用直升机再试一次 而由于直升机的造价过于昂贵 为避免自己失误造成天价赔偿 所以吉米决定让新来的实习生进行操作 然而当飞机刚起飞没意会 封闭空间产生的稳流就让飞机坠毁在地 尽管赔偿飞机的锅甩给了实习生 但实验结果却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显然起飞的鸽子并不能减少车厢的重量 因为鸽子飞行时会向下压缩空气 而空气会进一步下压车厢 所以不会改变汽车的重量 据说如果将飞机放在传送带上 只要传送带与飞机的起飞速度相同 并且方向相反 飞机就能在上面飞起来 但很多大聪明就不这样认为 因为飞机和汽车一样 传送带向后的速度 与汽车向前的速度会相互抵消 所以飞机会保持原地不动 可到底哪种结论才是正确的呢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烟祖决定首先进行小型实验 于是亚当向格兰借来了遥控飞机 但为了避免飞机被他们糟蹋 格兰还手把手传授了飞行技巧 而吉米则倒来了一台跑步机 并将参数设置成了小飞机的起飞速度 然后他们将飞机放在了传送带上 可由于轮子太轻的缘故 飞机很容易就偏离了路线 导致车轮总是卡在缝隙里 于是亚当用手轻轻稳住飞机的尾部 同时吉米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行速度 等飞机稳定下来之后 他们才启动了发动机 但这时飞机却从侧边栽在地面上 随后经过多次尝试 他们终于将飞机加速到了起飞速度 但由于跑步机长度不够 导致飞机没能成功起飞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他们改变了测试方案 并决定通过拉动牛皮纸 来模拟后退的传送带 但在此之前 他们需要测试遥控飞机的助跑距离 于是亚当在地面贴上了相同距离的标志 然后吉米从原点按下遥控开始起飞 从高速相机计算得到 飞机需要在地面加速6米 才能达到起飞速度 之后留言组根据这个数据铺设了牛皮纸 而亚当则拉着纸张开始向后移动 随着吉米操控手柄进行加速 这次飞机竟然成功在纸上飞起来了 可见从理论上来说 飞机是能够从传送带上起飞的 但如果用真实飞机 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为此留言组用超能力 搞到了一架轻型飞机 而它不足200公斤的体重 能在一分钟内爬升370米的高度 但为了测试飞机的起飞速度和距离 他们在地面用锥筒布置成测量的参照物 然后在吉米的指挥令下 飞机以40公里的时速 从26米的位置起飞 接下来他们决定 用防水部代替传送带进行实验 并且会让皮卡车 以40公里的时速向后拖动 看向前行驶的飞机能否成功起飞 但在铺设防水部的时候 却出现了意外 由于现场刮起了阴风 导致防水部无法铺平在地面上 聪明的亚当想要稳住布料 却没想到帮上了道忙 最终他们只能改变实验的时间 并在第二天早上重新进行了铺设 同时工作人员趁机 将飞机推到防水部的起点上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正式开始了实验 随着亚当的一声令下 经理驾驶汽车与飞机 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前进 当两者的时速都达到40公里时 飞机竟然奇迹般飞起来了 虽然防水部的速度与飞机一致 但飞机依然能够向前行驶 进而达到起飞速度 这是因为飞机与汽车的前进方式不同 汽车主要通过车轮的摩擦向前行驶 而飞机则是依靠螺旋桨提供推力 并且轮子是可以自由转动的 所以不管传送带如何运动 都不会影响飞机的速度 据说有两个罪汉为了寻找乐子 其中一个将三个烟头塞进了枪管 然后从两米外一枪射穿了铜弹的心脏 可烟头真能当子弹使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亚当决定让吉米亲自尝试一次 看烟头能否造成致命伤害 但吉米死活都不愿意 所以他们只能制作假人来代替倒霉的铜弹 并且为了方便观察被烟头击中的情况 亚当选用透明的组织替代胶进行胶注 同时还为假人安装了一颗珠心 等12小时的凝固之后 他们将假人带到了警局的射击训练场 而在富波勒的帮助下 吉米找到了一支流盐中的铜款步枪 然后他将50克的黑色火药倒入枪管 紧接着把三个全新的烟头塞进了枪口 如果流盐属实 烟头将会穿过前胸击中假人的心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吉米从两米外开始瞄准 随着一声枪响 尽管有无数火星从枪口射在假人的身上 但并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 反而在胸前残留有大量未燃烧的火药 富波勒认为可能是火药压得不够紧 导致威力打了折扣 同时亚当也发现了实验的漏洞 正常抽过的烟头里都会残留大量胶油 这势必会增加烟头的重量 进而提高发射的威力 于是吉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 向导演要了三根滑子 并用抽完的烟头重新进行了装填 同时还用木棍压得更加紧实 而当他再次扣动扳机时 虽然这次烟头还是没能穿透心脏 但却在前胸留下了6毫米深的伤口 之后吉米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烟头在射出时变成了无数细小的颗粒 这就导致能量不能集中 为了增加烟头的杀伤力 于是亚当决定将射击距离缩短至30公分 等他们重新装填好烟头之后 吉米对着目标心脏扣动了扳机 这时假人胸口瞬间流出了红色液体 而通过对伤口的深度进行测量 他们发现烟头竟然直接穿透了心脏 所以只要射击距离足够近 烟头就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 据说从前有个倒霉鬼在潜水时 公养的高压气管发生了断裂 导致他整个身体被挤进了头盔 可水压真的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凯利来到海事局进行求证 而专家表示 因为老式的潜水服都需要连接高压气泡 以此来抵消海水的压力 而一旦管子出现了故障 海水会瞬间挤压潜水液 所以如果潜水位置达到一定深度 理论上流延是有可能成立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流延组决定先进行小规模测试 于是凯利用泥巴打造了一个人体模型 然后托瑞在模型上胶筑石膏制作出母膜 并在内壁附上乳胶和布料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潜水服 同时还在模具内放置了仿真骨架 最后灌入融化的组织替代胶 等几个小时的凝固之后 迷你潜水源就做好嘛 而格兰则用亚克力材料制作了透明头盔 这样可以在实验室观察挤压的过程 为了随时监控内部压力大小 他还在头盔上安装了压力表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游泳训练中心 并测试了潜水衣的密封信 等漏气口被修不好之后 托瑞将迷你潜水源带进了泳池 同时格兰会负责给潜水衣加压 可5米深的水压能将它挤进头盔吗 当假人到达泳池的底部时 他们立即切断了高压气管 此时潜水衣瞬间贴在了假人身上 紧接着身体也开始被慢慢挤进头盔 等把潜水源就上岸时 头盔里已经充满了组织替代胶 并且潜水源的胸腔也明显变小了许多 可见水压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人体与凝胶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如果换成真人 结果又会不会一样了 下面他们决定潜入水下90米的深度 于是格兰和托瑞企图让凯莉尝试充当志愿者 但却被凯莉指着肚子骂娘 所以他们只能制作假人进行代替 托瑞将猪肉缝合在仿真骨架上 然后往胸腔塞满了二师兄的内脏 以便得到最接近真人的挤压效果 而格兰则对老师潜水衣进行了改进 为了模拟高压气管被破坏的情况 他还给头盔安装了控制气流的阀门 实验中只要掰动阀门的手柄 潜水衣内的气体就会瞬间走光 接下来他们为志愿者穿上制作好的潜水衣 然后来到了深水处的海面上 并在掉机的帮助下 假人被缓缓放入海中 而由于随着深度的增加 潜水衣受到的压力会逐渐增大 为了避免假人在下潜过程中提前被压扁 格兰会及时调整输入气流的压力 以抵消水压达到平衡状态 几分钟后假人到达90米深的位置 此时潜水衣承受了超过9000帕的压力 而这相当于9个标准大气压 但切断气管真能将假人挤进头盔吗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掰动了漏气的阀门 随着气体的释放 潜水衣很快被挤压变形 并且假人的身体开始往上萎缩 然后他的内脏就在头盔里爆开 没过多久便充满整个空间 之后假人被营救了上来 而此时他们惊讶地发现 整个头盔都变小了许多 所以深水的压力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人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会死得很惨 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 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烷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烷爆炸的威力 他们还制作了三个小型井盖 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烷气体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烷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吉米点燃了管道内的甲烷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烷被成功引爆 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 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吉米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丸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这次的实验让两人非常惊讶 鲁色物不仅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丸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亚当和吉米决定拟抱挖10吨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 吉米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 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铸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汤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 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